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场面相当感人 一旁的两位哥哥也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终于放下心中大石 这名成姓女员工 她和四名同事都在酒楼打扫包厢 突然听到同事大喊一声失火了 随后发现楼梯浓烟密布 根本无法下楼逃生 因此一群人就躲进酒楼最大的 926包厢里面 开窗等待救援 幸运逃过死结 有烟啊 其实他们可能酒楼比较空旷 他们说他们员工有四个 就一起跑到9年了 你不能坐那个 他不能坐那个 他自己坐下来 走下来的话 你一个人走吗 有 有一个人带你走下去 对 走一走 陈姓女员工惊魂未定 妈妈说她非常孝顺 今年十七岁就读高职夜间部 因为家里环境不好 一年前开始利用假日打工赚学费 没想到才从前櫃夜班 转到白天班 竟然遇上大火 他长光了 对啊 看他 看他 女人都带个 带个脑子 他自己最小的 经历生死一瞬间 还好女员工送医后 没有大爱成为26号 潜贵大火幸存者 幸运获救 也让一家人终于松口气 三一星会 特日张萱 台北报道